衛銘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今天BOOMBER製作的專題 分析的是印度崛起的時刻來了 那事實上這一次印度能夠崛起 當然大工程還是中國啦 因為大家都想要在這個去風險化的角色裡面 想到產到有點試占率 而印度就在這個位置上面卡到一個非常棒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今年以來 有非常多的科技廠的執行長 CEO不斷的往印度跑 像之前蘋果的庫克也跑去找印度的總理 總統莫迪嘛 總理莫迪 那現在的話是黃仁勳跑去找莫迪 那這些科技廠的龍頭大哥一直跑去找莫迪是要幹嘛 當然是要強調他們在未來的科技合作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說這一次黃仁勳跟莫迪已經是第二次見面了 那其實代表的是說印度在現在科技擴張的角色是越來越快速的 那他們討論的包含像是大型語言模型啊 天體物理學量子力學這些科技最前沿的一些議題 那這些議題上面去做交流 也就代表說未來美國很有可能進一步的跟印度去做所謂的交流跟深入以及合作 所以這個趨勢在未來一定是勢不可擋的 那中國在這個地方的角色當然會慢慢的視為下去 可是我們還要關注到的是事實上中國在現在 呃似乎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弱為什麼 因為呢在上個禮拜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跑去中國這邊訪問的時候華為就默默的開放了他們在網路上面預購 具備衛星通話功能的MED60 Pro 那在這個測試跟拆解報告裡面顯示 哎這隻手機竟然有5G聯網的能力 而且速度竟然可以跟iPhone是PD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會想說 哎你的晶片不是被封鎖了嗎 你怎麼可以做得出來5G的手機 那這一個MED60 Pro的晶片 應該是中芯國際去做代工的 那如果這個說法是真的的話呢 事實上也就代表了中芯國際在製程上面 他有一個突破性的進展 那這個東西 他也不會被美方的技術這個禁令所影響 所以呢 他雖然沒有辦法跟這個三星還有台積電去做PD 但是呢他仍然優於所謂的聯電的製程 那這個對於很多之前華為的供應商來講的話 當然是一計重擊啊 因為你沒有我這些美國的供應商 我還是能夠把手機生產出來 所以呢這個發展也就是華為的發展出來以後呢 其實在未來就是強迫美國要去對中國進一步的縮緊 他們的出口政策 而且我們還觀察到了真的去拆機以後發現 這一個華為的手機新機裡面 他的晶片真的就是中芯國際製造的麒麟九千 那七零九千是中芯國際七奈米的製程 雖然還落後了像是iPhone14大概兩代的製程 可是呢七零九千 他是中芯國際他們自己的製程叫做N加2 那大概就是我們的七奈米 實際上面他們的七奈米不是用EUV做出來的 而是用DUV 所以他們用雙重曝光的技術來去達成七奈米的製程 那這也暗示了說 這個在中國的半導體廠商已經找到了 可以繞過美國製裁的方法 不過實際上呢 他們想要再往七奈米的製程 更進一步深入是做不到的 因為他們有物理學上面的極限 那也有人認為中國的晶片業 其實沒有那麼的成功 就是前台晶電研發大將 也是現任鴻海半導體策略長蔣上義 他說中國晶片產業的困境 最大的障礙始終是人 因為在美國開始制裁中國之前 其實中國的晶片業也沒有這麼成功 他之前在中芯國際擔任董事的時候 那他飛去北京 結果呢北京的那一些高管以及官員 都不讓他參加會議 讓他吃閉門羹 他們說我們只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參加 這樣聽起來好像中芯國際已經默認 臺灣其實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實際上面 為什麼他們會講說 在中國的半導體業 他們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這麼成功 另一方面 中國國務院在事後的時候 也宣布要成立民營經濟發展局 這是北京當局 他們想要去重振新的經濟信心 還有加強發展的最新動作 那麼經濟學家 還有我們的分析師會認為說 政府專門在一個特定領域 要去成立一個局 這非常的罕見 而在中國的美國商會則表示 我們樂見其成 因為呢這個代表中國願意用所有的工具 來去提振經濟 可是另一方面 我們還要看到中國的經濟 現在還是困難重重 那很多人都在呼籲呢 中國當局應該要採取 採取更積極的措施 可是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到目前為止都不願意大舉救世 因為他認為政權穩定 比經濟 振興經濟還要更重要 那中國的經濟學家呢 其實也都鼓勵說 我們應該要大舉的改革公共支出 然後要提高養老金 然後還有我們的醫療保險 可是呢 習近平在這一個求是的看護 上面在二零二二年就說了 中國應該要共同富裕 不能搞福利主義的那一套 那高福利會養出一批懶人 跟不饒兒獲者 這是東方世界跟西方國家的下值觀上面的差異 當一個國家的勞動者 他們只能拿到維持溫飽的基本薪資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能夠期待 他會有什麼樣的創新以及創意呢 那西方國家他們為什麼會有Google 為什麼可以有NVIDIA 就是因為他們的薪資條件好 所以他們有創新有創意 他們才能夠產生更多的附加價值 所以習近平想要做到共同富裕 結果最後卻變成了共同貧窮 那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看到了 中國恆大在上個禮拜一的時候 在港交所恢復了他們的交易 股價當天直接將近打了 講一下打了兩折 那現在呢 我們也看到了徐家印 似乎被軟禁在廣州 那很多的工作都必須要轉交工作人員 然後呢去做代辦跟簽制 那另一方面 中國的房地產的巨頭碧桂園 在之前公佈了上半年的財報 虧損了489億人民幣 那其實甚至我們現在懷疑說 他有可能會出現更嚴重的債務違約 那這也凸顯了說 中國的房地產危機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再往這一個房地產的下游 我再更看過去 我們會發現整個這個開發 房地產的開發商裡面被拖欠的貸款 至少有三千九百億美元 也就是大概是十二兆臺幣 而且這只是保守估計而已 因為這些建商 他們現在已經欠錢了 可是你說下面的這些水泥業者啊 然後仲介業者 油漆工 他們根本就不是建商的優先還款對象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經濟 會這麼疲弱不振的原因 因為你的這個消費的循環 你的這個金流的循環完全被打斷了 那最後的話 中國的地方政府 目前債務仍然高達九十四兆人民幣 這是一個財政黑洞 可是我們還發現了 中國的鄉村好像也有地方債的風險 中國有七十萬個村莊 總共欠債九千億人民幣 這可能會成為中國在未來經濟 想要付出的藍路虎 小村大債將是未來不能忽視的問題 因為很多的村籍的這一些 這個債務已經高達了一百三十萬人民幣 那他們在過去就是因為農業上面的稅收短收 然後還有很多沒有用的建設 所以呢這些負債最嚴重的村莊人口 甚至只有一千到兩千人 可是負債卻高達幾千萬 我們認為這是現代版金融層面的農村包圍城市 好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關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關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好 dès最多 我先見て下足例聲 根本就是... 秋天